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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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見到政府 即使今天我們見到有10萬人上街 差不多10萬人上街 反對國民教育科 但政府依然是充以不民 無動於衷 只是繼續堅決去推行國民教育科的時候 我們相信將來的民憤 民怨會越來越大 政府要自己承擔那個政治後果 特別是吳克劍局長 以及積極護航的林鄭月娥 他們必須承擔後果 你將會不會有一個很實際的對抗 我們將會在今個禮拜 我們會跟所有的民憶團體 無論是教師還是家長 我相信很多人很關注 特別是罷課的情況 但由於罷課是在9月進行的 所以現間我們都會積極籌備 除了罷課之外 有什麼更多的集會 更大型的示威可以組織 向政府施壓 由於國民教育科從來在議會中 不需要通過也不需要討論 所以我們只要靠街頭的行動去施壓 我覺得他那個三年那個委員會 是完全是匪夷所思 極之荒謬 大家反對的國民教科 不是反對國民教科課程裡面的內容 我們是從根本來反對這個方法的推行 就是說你們不排除會有罷課的行動 學民司法和教協 學聯 國民教育家長關注組和民間團體 民間反對國民教科大聯盟都會表示 罷課是我們行動的最後一個考慮 也會在我們的行動清單裡面其中一個考慮 可以採用的行動 開始 看著他 是 練習到夜間 衝突 開始 感谢观看